《灯塔系统》 因为我跟你一样 也曾经是灯塔系统的实验者 我一直有个疑问 为什么我和你都认识徐静阳 而且这个徐静阳 为什么和诺亚长得一模一样 因为我跟你一样 也曾经是灯塔系统的实验者 这个玩笑可不好笑 我已经知道了 我去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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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是 你肯定是 肯定是 你肯定是 我在实验结束之后 并没有疯掉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依然好好地活着 我在老宅找到 这份合约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 既然我可以 好好活到今天 那你也一定可以 我甚至有点庆幸 原来我也参加过实验 原来不是所有的实验者 都会跟霍博宇一样的结局 我的存在 就是最好的证据 那你为什么当时没告诉我 当时你满脑子想的 都是不要连累我 根本听不进去 任何关于明光实验室的消息 如果你也是实验者 那你的记忆也被修改过 从结果上来看 许静阳成功替代了 我记忆中的陈天阳 所以我周围的人 都不记得 许静阳的存在 那 许静阳和诺亚是什么关系 我所认识的许静阳 跟你认识的那个 应该都是诺亚 创造出来的角色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诺亚 才能知道一切的真相 是什么 齐连 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讲过 许静阳是你最好的朋友 是啊 不然我也不会坚持 找了她这么多年 不过还好事实证明 她至少是一个 真实存在过的人 这是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灯塔系统的实验 仍然是在她的主导下进行的 那阻止我找真相的人 有可能就是她 找人开车撞你的人 也可能是她 我知道 但我仍然愿意相信 她不会是这样的人 我支持你 别乱玩 就 在 麻烦 我们来说